在我们西部有一个小镇 工厂一线工人 每天工作5小时 年薪15万的 而这个工厂不但上市了 而且它的市值 比它所在省的GDP还要来得高 那这个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呢 茅台 而就在今天呢 贵州茅台一度就创了历史新高 市值呢 一度逼近了1.8万亿 虽然说尾盘回落 但是至少短时间之内呢 曾经超过了工行市值 成为了护制第一 而这个茅台所在的这仁淮县呢 也是个神奇的地方 还有多富有呢 我们先来看看啊 我们内地城市人均GDP排名 最高的几个城市分别是谁呢 第一是广东深圳 第二是江苏无锡 并列第三的有江苏的苏州 以及这贵州大山里面的人淮县 这人淮呀神奇 一般城市这买房子呀 八九十平米 那是刚需最吃香 可是问题在当地呢 一百八到两百多平米的房子 卖最贵 而且必须全款买 谁贷款 谁不上道 霸气外露 一般大城市呢 很多年轻人呢 他不敢生小朋友 成本太高 而在这儿呢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自于你排队都不一定买得到的茅台酒 那有假人就问了 哎那这样说 我是不是赶紧应该买点茅台的股票呢 哈哈哈哈 假人哪 如果是在03年 也就是17年前 你花25万买了人家股票 那么到现在卖出的话 你可以挣到一个亿 因为他们这股价17年涨了400倍 那还有假人哪 都有点担心 这卖飞天的这股价到底靠不靠谱呢 来假人哪 你坐下 不要这么激动 我们有这么一些上市公司 不是号称研究什么引力波 就是在寻找善倍去哪了 而茅台呢 只生产飞天茅台 不生产飞天宇宙船 年年涨价 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而且还特别乐于 给股东分红 这靠不靠谱 踏不踏实 那还有假人就说 这茅台生产成本只有5% 这高利润是不是不可持续呢 哈哈哈 LV包的生产成本 也只有5%到10啊 那你说你媳妇会不愿意买吗 那还有假人又问了 这茅台曾经做上过 护士的头发交易 那深交所第一名又是谁呢 哈哈哈 假人哪 这个问题你就问到点子上了 深交所第一名呢 你也熟悉 叫五两页 还有谁 这个采集深入女星 记得点赞加关注